第一批75个内地医务昨天抵港 将和本地医护医合作 在亚伯馆照顾新冠患者 有本地医生担心如果需要抢救 两地人员能否协为协调 有护士组织就认为 医院局需要完善中英翻译的问题 首批75个内地医务昨天经深圳湾口岸抵港 将会在亚洲博览馆以协同模式 同本地医务合力照顾確诊长者 有公立医生捷组织说 雙方對新冠患者的治療相似 如果涉及加藥或出院 雙方會先溝通 但擔心搶救方面未有共識 有護士組織感謝內地醫護來港分擔壓力 但認為兩地人員需時磨合 包括醫學術語 醫管局也需要在系統做好翻譯工作 如果發生醫療事故責任誰屬呢 醫管局昨晚說 已經委任內地來港醫護為名譽僱員 列明若果不幸發生醫療事故 醫管局會負上最終責任 有病人組織說都有局限 因為他們已經豁免在香港特別註冊 他們說根據過往經註冊制度來港的內地醫生 他們的專業水平和質素有一定保證 呼籲市民對內地醫護有信心 第一批輝瑞新冠口服藥物 今天已經送到醫管局使用 當局說剩下的批次 未來幾個月將會陸續到港 現時本港主要以兩款新冠口服藥 來治療新冠患者 除了輝瑞藥廠生產 還有密砂冬藥廠生產 早前已經全數混帝香港 醫管局按臨床指引和病人的情況處方兩款藥物 亦會按既定機制向私家醫院借出有關的口服藥物 小委會亦發現部分網絡平台懷疑涉欺詐成分 提醒消費者選擇較穩健和入口碑的網絡平台 切勿衝動消費 疫情下不少人轉戰網絡平台血拼 直播帶貨、網絡平台、社交媒體、售貨專業湧現 小委會發現這些平台到處都是陷阱 部分更加懷疑涉欺詐成分 有投訴人透過網絡平台的直播帶貨 賣了兩個吊嘴 直播主持人多次說吊嘴沒有添加效果 以實物拍攝 投訴人一共給了8700元 收貨後發現綠色花瓣吊嘴很輕和很小 而另一個吊嘴上面的黃色翡翠 色澤比直播展示時暗淡 事主經投訴後 職員承認直播時用了美顏濾鏡 很小粒的鑽石利用濾鏡 或者透過鏡頭好像弄得很大粒 非常著很討aff달 有並不提及卡box 可能就構成虛解的商品說明的條例 因為若果這些產品面 多外有自己比較重要的限制 而買家透過濾鏡 欺藏那麼重要的資訊 轉到有機會構成誤導性遺漏 其他投訴 包括有網頁標榜出售 德国品牌相机的清仓货 只需要498元 有投诉人在货到了之后付钱 发现那部相机没有任何的商标 包装盒 说明书 或者保养卡 市主之后跟着发货地址 去找发货商的大厦 但是管理处说没有相关发货商 也有人在社交平台买了限量发售的韩国无烟烤炉 每一部大约499元 市主考虑期间 对方说只是剩下最后五部 再减多100元促销 市主付钱之后再没有收到通知 专业之后更加消失 销委会说由于收货款的是个人银行户口 难以调停 建议付钱的时候应该了解 收货款是个人或者公司户口 又说如果专业短期内开始 贴文单一要格外小心 无线电视记者李慧尔报道 销委会公布超过六成的电烧烤炉样本 全有安全隐患 当中一款在非正常情况之下 无烟着火 有潜在火境危险 销委会测试市面上11款电烧烤炉 发现当中7款 在使用的时候 有烫伤或者触电的风险 其中一款样本 在无以温度调节气失灵 和非正常情况的操作下 出现无烟和着火 销容炉中的塑胶物料 可能会触发火警 既电工程处呼吁市民 立即停用这款电烤炉 并联络供应商 将与数码有限公司安排更换 杜香控股宣布 明天开始局部恢复香港食肆 有限度营运 杜香集团 今个月初曾经宣布 因为疫情 全线分店停止营业 直至到疫情换和为止 杜香控股就说 部分食肆服业之后 会密切注视公共卫生情况的发展 调整应对策略 争取适当的时候 重新重开所有的食肆 在昨天 共有11956宗经核酸检测的阳性个案 个案编号是635682 至到647637 在这11956宗核酸阳性个案当中 有2005宗由医院管理局确诊 有2137宗公共卫生化验服务处确诊 余下的7814宗是由私人化验所确诊 当中有4宗输入性个案 三个香港运动员透过港大定尖运动员入学计划获取鹿入学 包括在美网和澳网连夺两项青少年大满冠冠军的网球运动员黄泽 还有去年是一项帆船公开锦标赛 最得银牌的一个香港代表 两人获工商管理学卷取鹿 收读工商管理学学试课程 第三位是翁侯全 他刚刚代表香港参加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 他会入读理学试课程 三民国获得40万的奖学金 包括学费减免、生活和住宿奖学金 国际交流奖学金等等 俄达华顶尖运动员入学计划 比运动员能够在运动和学业双轨发展 至昨晚零时零分 过去那24小时 共有228名新冠病毒检测情阳性的病人离世 分别是131名男性和97名女性 年龄介乎是19岁至107岁 以下就是这228名的个身病人的小小分析 在这228名的病人里面 就有123名的病人是住在院舍的 关于一个隔离护理观察系统的宣布 这个隔离护理观察系统 它的目的就是支援一些在社区确诊的病人 今天6点就会启用 确诊的病人 就会收到附有连结的一些SMS的短讯 可以透过连结在网上登记 输入一些个人的资料 检测的资料和健康状况等等 确诊的病人可以向系统申报自己身体不息 包括他会不会有一些警告的症状 例如他吃了退消药 仍然维持高消两日 低温 就是低于35度 抽筋 就是抽筋 空暴或者腹暴不息等教严重的情况 申报了之后 系统会提示给病人听 这些症状 都是一些警告的症状 他就应该要去急诊室 或者联络在社区隔离设施的职员 如果病人是开始申报的时候 已经申报了它是一个高风险因素 包括是什么呢 是5岁以下 70岁以上 怀孕28周以上 器官延迟 或者是一些免疫问题的病人 而他又有一些轻微的症状的话 系统就会提示病人去预约一些指定诊所的看医生 而胡逊宁的同事 也会跟进一些高风险人士的情况 系统也会提供健康的建议 以及相关资讯平台 也可以给病人报告确诊之后 指定日子的快速测试结果 感谢观看